为了了解花莲县原住民部落在国土功能分区划分进度 花莲县议会召开专案会议邀及县府原民建设农业地震处各相关单位 共同研议在进行部落土地分区的说明会时 必须要了解该政策的族人翻译 才能够让族人了解四类的国土功能分区的差异 为了了解花莲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处委外办理的原住民族部落环境基本调查 及国土功能分区划设的专案 县议员简之龙召开专案会议29号在县议会举行 县议员迪布斯 赖国祥 林元富也都到场关切 县府原住民行政处的相关进度 怎么划设把原则把原住民说明 这个说明完之后继续进行县地的调查之后 还有看了怎么是怎么做的流程 从一开始目前已经开始进行二组之后收集之后 第一场说明会就会预计在8月跟9月 在这183个部落 我们就在8月到9月完成到部落去进行说明 这三个方案 这三个方案是营建署在部落划设的时候 提供了这三个选项 但这个选项实际在执行上面 它的工作量跟部落沟通完全不一样 那第一个部分呢 是我个人推荐 在现在我们执行划设工作的时间 人力经费的前提底下 比较有可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那我们在部落沟通的时候 就是确定你现在105年5月之前就盖了 然后现在没有建造的 大家去确认你家的房子有没有漏掉 因为这个题字就是要解决 已经存在暂时没有建造的房子 就是全部这样的房子 今天开的专案会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 那经费下来最担心担忧的部分是 跟主人去沟通这件事情 那从沟通这件事情里边 我们也看到刚刚所谓的专案的单位 他提供我们大概只有13位的人力 来服务我们183个部落 那就这个状况来讲 我们当然会担心跟担忧 沟通的问题 语言的问题 时间调查的问题都是一个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 所以在这次 那也大致也能够了解大概圆明处 他这样以及我们所谓的厂商 他提供了这样的资讯 是不是还有哪些部组 那来开这一次的一个会议一个内容 所以说在这边也是建议圆明处 不论如何 那我觉得土地的流失是在40年前 那今年40年后之后 我觉得应该要更谨慎的去把握这次的一个机会 才有办法去弥补现在我们原住民土地上的一个正义的问题 在听取简报之后 召集人简志龙表示 花莲共有183个部落 每一个部落都必须要用不同的族语进行沟通 在13个行政区设置13位部落驻地人员 人员的配置明显不足 也希望能够增加族语人员的翻译协助 才能够让部落族人能够了解 以解决既有居住使用土地不合法的问题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